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强调自己不会退选 在美国时间9号 他将主持北约峰会 这个表现将会影响到民主党党人对他的信心 挥舞蓝黄国旗 呐喊谴责俄罗斯 美国白宫外出现挺乌克兰的团体 他们希望即将到来的北约峰会领袖们 能听到他们的声音 不远处工作人员 竖起路障与栅栏 加强维安 第75届北约峰会即将在美国时间9号登场 这也是拜登在退选压力之中 向国际盟友证明自己的最后机会 说是机会 其实也是考验 因为北约许多盟友已经开始担心 万一川普重掌白宫 美国对北约和乌克兰的承诺 还会不会继续 面对种种质疑 白宫依旧认为北约盟友坚定地支持拜登 拜登本人则是在周一写了长达两页的信给民主党国会议员 除了再次强调竞选到底 也呼吁党内应该团结来达成打败川普的共同目标 只是民主党内希望拜登退选的众议员已经增加到10人 年底要参选的候选人更有过半希望换败 随着参众议员结束国庆假期 陆续回到华府 拜登在未来一周要面临的压力恐怕只会更大 拜登坚持选到底也等于从现在一直到投票日 他的言行他的状态都会被一再检视 而这可能削弱 他希望聚焦在对抗川普上 JV新闻嘉辉美国华府报道 再看到拜登的对手就是美国前总统川普了 他的竞选搭档近期将会有结果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社论指出 民调领先的川普不需要再强化基层的票源了 而是看看谁能够跟他搭档参选 才能够进一步的增加选票 华尔街日报点名了几位人选 首先最熟悉的或许就是您知道的这位 前美国国务卿庞佩奥 他对台湾态度友好 那么另外有政商经验的维吉尼亚州长杨金 其他像是北达科他州长伯根 也都有成功的经商经验 另外就是联邦参议员卢比欧 他在全美国都有知名度 这份社论指出了 距离投票日还有好几个月 民主党很可能找到比拜登更强的候选人 不论是谁都会团结支持 那么川普的副手就必须寻找 具有成熟判断力还能够吸收焦虑未决选民的人才才能够进一步的拓展票源 我们再看看法国的政局 法国国会大选第二轮的投票大逆转 即右翼遭到左翼打败 国会三党不过半 也就是法国政府将陷入僵局 那么现在法国总统马克宏就好像成了跛脚总统 法国国会大选第二轮决选出现大逆转 在第一轮大幅领先的极右翼政党国家联盟 第二轮竟然遭左翼联盟新人民阵线击败 沦为国会第三大党 领导人勒庞难言失望 法国下议院改选五百七十七席 左翼联盟获得一百八十二席 是国会最多席次 总统马克宏所领导的中间联盟获得一百六十三席 即右翼国家联盟一百四十三席 左翼新人民阵线的支持者 开心的在法令街头庆祝 新人民阵线是国会最大党 但并未取得绝对多数也未过半 领导人梅兰雄发表慎选感言时表示 这个意外的结果解除了大多数法国人的担忧 马克宏为阻止极右失利在国会做大 提早举行大选的孤注一职 总算是扳回一点政治颜面 但他所领导的中间派联盟丢掉近一百席 若居国会第二大党显示人民极度不满他的执政 马克宏已经表示绝不会辞职将坐满任期 总理阿塔尔负起败选责任 周日宣布请辞 法国实行两轮投票制 国会大选第一轮各党候选人票数过半即当选 这次大选首轮确定选出76席 其余的候选人得票率达到12.5%的人 可以进入第二轮投票 为了不让极右翼获胜 左翼联盟在决选投票前 一百三十名候选人宣布退选 让更有优势的盟友当选 这个策略成功围堵右翼势力的扩张 左派联盟新人民阵线 是在马克宏宣布提前大选后 才仓促成军 由极左派的法国不屈党领导人 梅兰雄领军加入的政党 包括了共产党 社会党和绿党 新人民阵线的政见包含提高基本工资 设定必须物品价格上限 撤销马克宏延长退休年龄的退休政策等等 梅兰雄表明拒绝组联合政府 他呼吁总统马克宏承认败选 让新人民阵线来组政府 泰国国会三党不过半 政府将陷入僵局 马克宏失去国会控制权后确定跛脚 接下来他得任命下一任总理 并组成新政府 三党显然也没有合作的意愿 未来几周和几个月 法国都将处在混乱当中 法国的盟友对于选举结果感到振奋 波兰总理图斯克就在社群媒体上表示 俄罗斯很失望但乌克兰可以放心了 法国政治动荡在欧盟的地位也将转弱 另外巴黎奥运开幕在即 巴黎的安全问题也令人忧心 TVBS新闻总和报道 镜头转到南韩医生的这个新声 南韩当局听到了吗 有个最新的宣布 说是为了终结抗疫医学院扩大招生的 医师罢工潮 政府决定做出让步 那么详细内容提到了 不论参与罢工的实习医师 以及住院医师 是否已经重返工作岗位 都不会吊销他们的医师执照 那么南韩的保健福祉部长也保证 政府将建立一个不必依赖实习医师 超时工作的永续医疗体系 也就是向实习医师喊话 不要再犹豫 拿出勇气做决定 南韩官员也呼吁了实习以及住院医生 回归工作岗位之后 那么双方就可以针对工作条件 以及未来医学院的招生名额 来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如果最近要计划前往南韩旅游 提醒您先掌握当地的灾情 出现了强降雨 强降雨下在南韩的中部 包括中清北道 庆上北道都出现了土石漏灾情 那么南韩气象厅人员 甚至是以腰筋语来形容 难以预测的降雨 空拍镜头记录下山坡边 大片土石滑落 直接冲刷进山脚的别墅里 南韩中清北道沃川郡 因为连日大雨发生土石坍塌灾情 50多岁男子疑似外出修理排水沟 却遇上土石冲垮挡土墙 已经确定丧命 除了中清北道 庆上北道也出现大雨 而且一度传出有25人受困 还好有人自行逃生 有人获救 全员平安 这两个地方会出现强降雨 主要是因为南韩中部 在周一发生了现状降雨带 而且这片雨带 还是从大陆山东来 游西往东移动 才让南韩成了雨不停国 南韩气象厅表示 今年的季风雨非常难预测 还给了妖精雨的封号 他们也警告 包括首尔首都圈在内 到10号前都得提防瞬间大雨 带来灾情 TVBS新闻郭展玉综合报道 意大利的观光商机 令人直呼危险 这首游客在西西里岛这里 包船去看沿江入海骑警 因为当地有两座的火山接连爆发 当局也发布了红色警戒 火山口冒出滚滚浓烟 熔烟沿着山体流进大海 意大利西西里岛两座火山接连喷发 大批游客特地前往观赏火山骑警 其中艾特纳火山海拔高 3330公尺 是欧洲最高的火火山 在休眠四年后再度喷发 火山烟高度高达4.5公里 连当地居民都说很罕见 另一座爆发的火山 是距离爱奈特火山 100公里的斯特隆伯利火山 火山在夜晚喷发 照亮整个夜空 还有游客特地冒险包船出海 为了要在海上欣赏岩浆入海的奇景 游客抢着欣赏壮观景色 但山脚下的城镇布满火山灰 居民扫都扫不完 西西里岛已经发布最高红色警戒 警告游客要留意火山状况 避免冒险到危险地带 当局也规定这两天禁止骑机车 以免视线不佳发生车祸 TVB的新闻综合报道 国际间的军事交流要来讨论 日本与菲律宾如何强化交流 这回已经签署了相互准入协定 那么日本自卫队与菲律宾的军方将可以合法地扩大 联合演训加强防卫 那么最近菲律宾与大陆近期因为主权的问题 在南海平停发生冲突 现在日非签署了 相互准入协定就被认为剑指大陆 也就是未来日本与菲律宾两国可以免除入境的审核 签证的申请简化手续 那么两国的军队交流也变得更加容易了 先前日本是以海上自卫队、航空自卫队为主 曾经与菲律宾以及美国进行多国之间的联合演训 那么现在不一样了 结束了这份的协定之后 未来日本陆上自卫队与菲律宾陆战队等 以救灾为名的联合演训 就可以扩充为更具实战性质的联合训练 现在有鉴于大陆扩大军力的行动 日本、美国、澳洲、菲律宾 正积极的强化军事合作 再看到这是空袭的行动 以色列在进攻拉法将近三个月后 首都带外国媒体进入了拉法市 他们进入了地道 说这个地方就是哈马斯运输武器到加萨的重要管道 另外一方面 以色列与黎巴嫩的真主党互相轰炸 真主党朝着以色列发动了九次攻击 还打伤了一名美国公民 发射反装甲导引飞弹 整个画面蒙到只剩一只手和驿管发射器 伊朗撑腰的真主党 再释出攻击以色列边境哨所和高压电塔的画面 以军指控真主党抛袭边境九个据点 波及第三国公民 在一波真主党的攻势中 造成一名以军士兵与两位平民受伤 其中一位是美国人 根据以色列说法 一名31岁的美国男子重伤 第一时间就出动了直升机后送救援 以色列北边不平静 对南部加萨也没有放松力道 在对拉法行动将近三个月后 以军首次开放国际媒体记者们进入拉法 在以军的高度控管之下 CNN美联社以及路透社记者 进到几乎被移平的拉法 这里本是狭小拥挤的避难区 现在全变成了灰白废墟 看不到一个人鹰 我们在这区域非常精确 非常精确 幸运的 灵犯是一个人贵的 哈马斯 一句话就把对拉法的破坏 推给哈马斯用平铃当盾牌 采访期间还可以听到零星枪声 以军声称这段期间 在拉法至少又歼灭了 900名的哈马斯分子 还断了哈马斯走私 运送军火的超长地道 以色列想透过外媒证明 进攻拉法是不得不的必要之恶 但是放眼所及的破坏 不可逆也难以计算 以色列声称 在最新一波对加萨的攻击中 又歼灭了一名哈马斯的军官 但是问题打中的地方是学校 而且以色列又对加萨多区 发动撤离令 这让民众愤怒又绝望 到底什么时候是尽头 这个问题 西安记者也来问 以色列军方 以军部松口撤退时机 但是人民的耐心 已经被怒火烧个金光 都已经快打满十个月 还是有超过一百二十名 人质回不来 以色列街头抗议没停过 民众气得要把纳坦雅胡赶下台 诉求是立刻终战 接受现有版本的停火协议 一点都不想再等 而到底停火有没有谱 本周将再次协商 传出这一次 因为哈马斯态度软化 接受美国提议 并且放弃要以色列承诺 永久停战 求被抛回到以色列这一边 就看要怎么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再来关注到的是财经焦点 这是全球晶元代工龙头台积电 在台北股市 已经成为了千金股 那么星期一 美股盘中台积电的ADR 一度上涨将近5% 也就是市值首度突破 一兆美元随后涨多拉回 我们等你看到 这是台积电ADR 周一盘中最多上涨4.8% 如果按照ADR来计算的话 台积电的市值一度突破 一兆美元的关卡 也成为全球市值第八大的公司 那么最后台积电的ADR 是以上涨1.4%作收 换算成台股的交易股价 等于突破了1200元的大关 美股主要的四大指数也是收涨 现在美国股市的投资人依旧在等 等待联准会主席鲍尔前往国会听证会的相关讯息 以及这个礼拜关键的通膨数据 还要看到是美中的晶片大战 今天的追踪第一线就要来看到 埃斯莫尔 荷兰商 艾斯莫尔 前执行长温比德表示 争端是有意识形态的 说这个美中之间的晶片大战 很可能持续数十年时间 接下来把时间交给GPBS驻北京特派记者 李敏珍 过去一年多来 中美晶片大战是持续的进行 而且是越演越烈的 美国是不断的寄出各种高阶晶片 以及设备出口的禁令还有限制 并且是要求其他的国家一起来遵行 荷兰的半导体设备制造企业艾斯莫尔 也有许多的产品是禁止出口到中国大陆的 那么近期艾斯莫尔的前执行长温比德 他就说了 中美在电脑晶片问题上的争端 是意识形态的 所以并非基于事实 那么他认为这样的争端将会持续下去 而且还可能会有长达数十年这么长的时间 温比德他掌管艾斯莫尔十年后 在今年四月的时候是离职了 公司在他的带领下 是成为了欧洲最大的技术公司 那么温比德他评论 从2018年以来 美国是以安全问题为由 对艾斯莫尔出口到中国大陆的设备 给了越来越多的限制 那么美国近期还试图去阻止艾斯莫尔 为已经出售给大陆客户的设备提供服务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 温比德他还提到了 艾斯莫尔其实已经在大陆耕耘了30年 拥有许多客户还有员工 因此也有一些义务必须要执行 为了寻求这当中的平衡 他只能尽可能的进行游说 防止出口的限制变得太过严格 与此同时 当认为公司的智慧财产权 没有得到尊重的时候 他也是会向大陆的政府来提出申诉 还要请问到了 敏珍就是有更多的乱象 6月30号的这一天 大陆的深中通道开通了 这个地方是连接深圳与中山 但是传出了违规事件 有人拍照 但是却罚了钱 怎么回事 交给你 连接中国大陆广东省 深圳市还有中山市的公路 深中通道 6月30号通车以后是备受关注 不少市民游客是在第一时间 涌入打卡 结果是造成了交通拥挤 甚至还有人是在桥上的应急车道上 做出了很离谱的违规行为 那么就有网友贴出违规的照片 可以看到 有人是把车先停在桥上的应急车道以后 车主是穿着拖鞋坐在露营椅上 手拿着饮料望向远方的大海 仿佛是坐在自家的客厅一样 行为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离谱 那么就在网友爆料以后 中山官方他也发布了影片证实 真的是有车主违规将车停在桥上 下车看风景摆拍 那么是已经对车主罚款200元人民币 由于车主他还遮挡了车牌 所以再加开一张200元的罚单 总共是罚了400元人民币 约合台币是1800元 中山交通警察呢 他们也对外表示 深中通道开通以后呢 有少数的车主是缺乏安全意识的 他们是占用了应急的车道 或者是在应急车道停车拍照打卡 这种违法的行为是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 那么为了杜绝这些违法的行为 执勤的交警是采取了路面24小时的巡逻 还有监控的抓拍 要严厉打击相关违法行为 谢敏珍刚刚带大家看到是违法的摆拍 但是这样的一个 作为呢 驾驶把车开上了高架路段 那可是要去避难的 你看到这是在大陆河南省的郑州 当地因为暴雨淹水了 出现了泡水车 所以车主把车开上了高架桥 河南郑州的居民实在淹怕了 早早的将车辆开离地下室 堆沙包驾挡水板 因为气候晚间又开始下雨 郑州主要城区降雨量超过50毫米 整个街道又变成汪洋一片 居民苦衷自嘲进入看海模式 毕竟淹水高度达到一公尺 甚至有道路淹水快逼近红绿灯 开车就像坐船 大批车辆变成泡水车 即便道路救援道场 也因为积水过深无法撤离 因此高架道路停满车辆 顿时变成露天停车场 黄雪冠近公车里 郑州市紧急公告 32条公车路线临时停运 不止河南被暴雨突袭 中国大陆气象台8号发布 最新暴雨橙色预警 预计8到9号 陕西四川部分地区大到暴雨 山东河南部分地区大暴雨 江苏北部决地特大暴雨 长江流域得继续防洪防灾情 TV新闻综合报道 一起來看台商要去印度打天下了 这是魁文五年印度台湾形象展 重返印度首都新德里 这回有120家的台湾企业 拿出最自豪的研发产品 想要来吸引买家 那么冒险董事长黄志芳 也给了台商一个中肯的建议 机器不停运作 细细小小的银色弹簧 不到一分钟就瞬间诞生 台湾形象展在新的里登场 高达120家台湾企业参展 各家端出杀手锏 抢商机 其实在日常生活上 不管是3C 五金 或者是家电 然后各种的汽车 然后机车 它其实都有运用得到 MIT的技术让印度人眼睛一亮 团团围住不停追着台湾人询问 其实这次参展厂商增加三成之多 冒险乐观预期 有机会突破7500万美元商机 这和新台币约24亿元 还有厂商秀出自家三合一贴合机 战士快速贴合布料技术 期盼和印度合作提升当地产能 其实印度目前是全球第二大的鞋类仿制品制造国 这次展览集结上中下游供应链企业 冒险更直言 台商的大好机会就是现在 其实2018年以来 印度在全球制造业中崛起 台影合作能加强供应链的韧性 而有了台湾AI实力助攻 双方将共同在全球制造业 立平树立全新里程碑 第二个市场则是有人想要让电动车飞起来 这是大陆的厂商 他们积极发展飞行车 研发速度也越来越快了 那么除了有载人的飞天车 同时飞天机船车 上个月也在沙烏地阿拉伯完成试飞 现在市场也预估了 到了2040年 全球的低空飞行装置商机 将会突破1兆美元 搭乘空中小黄的愿望 或许不再是梦想 画面中这款能垂直起降的飞行车 就是科幻剧情中的现实版本 大陆电动车品牌小鹏 不知抢夺路上电车市场 还开始放眼充满未来感的飞行车 除了这款还在测试中的信号 小鹏还有更多新奇想法 希望颠覆一般民众对车子的想象 像结合酷炫跑车概念 直接在车顶长出四个螺旋桨 一秒让车辆在天上飞 又或是这种宛如陆地航母概念的 可分离式飞行器 分离出的飞行器可搭载两人 飞出后还能自动回舱 相关概念就是希望突破陆地局限 让民众免受塞车所苦 另一家也来自大陆的异航智能 积极锁定空中小鹏市场 上个月抢先在沙烏地阿拉伯 完成首飞 业子说垂直起降飞行器 不该像直升机一样难以利用 应该更融入日常生活 根据估计目前全球已经有超过200家业者 投入飞天小黄的开发 摩根士丹利更预估到了2040年 这些地空飞行装置商机将突破一兆美元大关 不过专家认为飞行车想要广泛普及 还有诸多挑战要面对除了安全性之外 如何突破监管法规门槛 和提升电池续航力都是难题 不过有大陆业者信心满满 认为这两年就能开绿灯 另外还有德国新创公司 尝试思考飞天车不同升空模式 例如把可垂直起降的战机概念 用在空中小黄身上 急格来自慕尼黑工业大学的毕业生 將看似遙不可及的飛行 夢想慢慢附助實現 開設名為Lilium的公司 專注開發電動版空中飛行器 這個飛行器沒有直升機般的螺旋槳 照樣能垂直上升 飛行過程其實是結合電動噴射器 推動前進 就像電動車一樣想兼顧環保 又能有良好飛行效益 最重要的還是電池 經過一次次的修正 目前已設計出韓駕駛在內 一共7人坐的機型 旗下駕駛員也正在為2024年底即將登場的首次載人測試 積極演練 Lilium不久前也在深圳打造亞太區總部 若後續載人測試順利希望最快2025年前投入商業營運 載人之餘也能運用於物流運送進一步實現永續環保的飛行革命 這新聞綜合報導 回到國內在台北的中山商圈店家想要做生意 那麼恐怕要打上問號了 因為陸陸續續遭到了檢舉 說有違規的事蹟超過100間店都被檢舉 現在店家就懷疑了 是不是投資客聯手建商惡意檢舉 想要逼他們走來推展獨根 老闆細心手沖飄出陣陣咖啡箱 在中山商圈裡頭經營三年多的咖啡店 當初裝潢花了超過百萬 現在被檢舉恐怕再也不能營業 中山商圈店家從今年4月開始陸續遭了檢舉 業者發動連數 數次從60家超過百家 影響近近上千人 上千位青年創業者或商圈的從業人員 他們可能都會失去工作 我們走到巷子裡面的這一些 不同店家的一個多元的樣貌 而不是福利堂皇的百貨公司 或者每輪換的一個現行公園 而是整個一個整體 然後現在都受到一個非常大的威脅 我們實際走到中山商圈的街道 以這條路來說 它的路寬大概是6米 但是實際來說必須要8米以上 而街上的美髮沙龍或者是餐飲業 都不能在二三樓使用 中山商圈裡頭密密麻麻 街道兩側房廊 餐廳幾乎一整條上市超過三到五間 地圖攤開來看 南西商圈加上赤峰商圈中間黃色區域 都是第三四種住宅 至少兩到三百家店 都是餐飲零售服飾 除了巷道8米限制 二三樓地家也都不符合規定 突然被大量檢舉 業者認為是另有所图 建商或者投資客 你把這一些青年創業家逼走之後 那房子如果租不出去 那就回到過去的舊的模式 我們就等房子爛了 那房東就願意參與獨更 四年以上店家裝潢超過兩百萬 若搬遷難以負荷也成立自救會 市政府要扛起這樣的責任 那怎麼樣讓社區共存 讓社區共好 109年以前設立的商家 而且是圖管裡面付條件 不允許的這個部分 符合這些條件 它是可以採用祭典方式 都發局強調已經輔導店家 商圈若有五十間店 符合相關規定就能繼續營業 但如果其他業者要怎麼辦 後續調整要繼續通盤考量 提被新聞中原的潮戰人台北才報道 說到了都更的難題 我們先再來看看 前台北市長郝隆斌 那個時候為了推動 台北市的老屋都更 所以喊出了一瓶換一瓶 這樣的觀念 也深植在一些長輩的心裡 但是現在要推動都更 依舊是很難 因為多數人都要求 一瓶換一瓶 甚至還想要一瓶換更多 不過有些住戶 是想要以安全為前提的 帶你來看看都更難題 你也覺得很爛落 你覺得很煩惱 我很煩惱 我煩惱家裡倒下去 指著公寓外牆 很多地方都有剝落 里長憂心忡忡 這裡是台北市斯文里 二期整宅 屋林已經超過50年 漏水避癌 老電線外漏 屋況殘破不堪 當地不少老人家覺得該都更了 但多年來始終卡關 我想要都更 因為這邊的房子都已經 年齡都已經很高了 上年期的人 根本這個樓梯的話要爬 五樓的要爬真的也是很困難 所以說我們還是要都更的話有電梯 怕那個地震掉下來 會掉下來 好恐怖啊 兩位都是70多歲的長輩 0403地震造成的防損 讓他們很憂心 而就在不遠處斯文里三期整宅 是台北市公辦都更唯一成功的例子 展新大樓對比破舊公寓 一個里如同兩個世界 有對照組在旁邊 為何都更還是瞧不定呢 這個理由很簡單 有的是說為了利益 為了是自己的權利問題 要多更多 照道理講的話 因為我們是公辦都更 公辦都更的話 給我們的利潤都已經是超出了 一般的很優惠的一個都更的條件 市內一瓶換一瓶 也列入跟廠商檔條件 那大部分 現在算起來好像12瓶以內 就是就不用再出錢了 就一瓶換一瓶 但是12瓶以外 你要增加 你要增加 你要增加怎麼辦 你就要貼錢 一瓶要80萬嘛 對不對 那至少就要貼三瓶好了 貼三瓶就240萬 240萬在這種社區 有的是繳不起的 有些住戶是想要的更多 有些居民其實只是想 一瓶換一瓶 而一瓶換一瓶 這個觀念來自於多年前政府 喊出一瓶換一瓶的政策 希望能加速都更 但成效不張 也成了現在都更推動阻礙的大使 目前大概民眾普遍還是存在著 有著一瓶換一瓶的一些迷思 那它當然會成為我們都更的一些緊箍咒 它會涉及到它所在的基地的區位的條件 然後估價建築設計 還有成本等等的這些問題 所以它不太是一個基地用喊的方式或是想的方式就可以處理 我們最近也看到有一些個案 甚至它原來在正常過去 那麼營建成本不大幅上漲的情況之下 那麼甚至都可以多分配10% 那現在因為營建成本大幅度的拉高 所以它能夠分配回去的比例 大幅度的減少 那更何況你還要想要一瓶換一瓶 那就不切實際了 以台北市來說將公辦都更受理門檻從90%降到75% 也就是第一階段有75%住戶同意 就進入第二階段 都更處進駐試算 如果九成同意 第三階段開始模擬選配 選配率達90%就啟動更新重建 面對丁子戶可以申請代差 而其實老屋都更是全台都要面對的 因為現在全國平均屋齡是32年 以六都來看 台北市最老平均屋齡37.57年 再來是台南市的33.73年 高雄市32.82年 新北市31.11年 而都更常卡在一樓店面不願意 像是南機場整宅 因為有夜市的人潮能收租 而對當地里長來說 就覺得市府要敢取訂 南機場的違法攤商 當地里長覺得市政府不夠強硬啊 不會不夠強硬 而是要水到渠成 這個案子裡面的公慢度 是必須考驗的 所以包括之前有談到了中繼的問題 不管是中繼的住宅 中繼的市場等等 怎麼去把這件事情 再做一些妥善的規劃 跟溝通協調 0403強震 震出很多人的家園危機 從中央到地方 都必須對圍樓處置 有更明確的法規來應應 有些民眾也不能只看 自身利益不顧公共利益 生命安全 大家是綁在一起 TVBS新聞 張正安 王一傑 投不倒 喜歡南韓影視作品的人 或許都記得這張臉 他是南韓影帝趙正雄 那麼也被稱為警察專業戶 幾年前因為出演電視劇 信號紅遍亞洲 那麼這回被發現 他悄悄來到了台灣 還跟多位的影壇大咖來聚餐 還跟許光漢有了合作 帶你來看 一張照片 含金量真的超高 不只有文策院董事長蔡家俊 後排還有最美監製 金百倫 最大咖也是最吸睛 就是坐在C位 露出笑容的 韓國影帝趙正雄 沒錯 曾在韓劇信號中 出演刑警的趙正雄 這回悄悄來到台灣 合體許多知名人物 最大亮點當然就是金百倫 在電影《關於武漢鬼》 變成家人的那件事中 擔任監製 合作林伯鴻以及許光漢 不免也讓人想到 最近這部影集 即將在串流平台上線 在影集《無路可逃》中 趙正雄再次飾演警察 奉命保護一位重刑犯 卻陷入諷刺境遇 許光漢和他也有對手戲 跳脫以往形象 許光漢飾演一名冷酷殺手 雖然在預告中畫面不算多 但也讓網友好奇 許光漢與趙正雄 會有什麼樣的火花 而這回趙正雄 首度造訪寶島 到底是單純來旅遊 還是來談合作 沒有人知道 也讓人好奇影帝是否 又有新作品要問世 TVB的新聞交換文史 事後綜合報導 關注到是餐飲業的漲價潮 八方雲集宣布了 明天開始水餃跟鍋貼都變貴 相關訊息交給記者林立 餐飲漲價潮又開始陸續傳出 繼瓦城跟響兵之後 八方雲集也公告 部分商品售價 明天開始要做調整 其中包含水餃跟鍋貼 每顆調漲0.4到0.5塊 平均調幅6%到7% 而對於這次的價格調漲 八方雲集說 堅持採用最新鮮的食材 物流也每天配送到各門店 但面臨原物料跟價格的波動 店價調漲以及缺工等 大環境營運挑戰 為了堅持餐廳的品質 才做售價的調整 不過這次 酸辣湯跟玉米濃湯 價格維持35塊不變 牛肉麵系列 以及飲品類商品 價格也維持原價 任何時間都要把健康放在第一位 帶你來看看國內的病友 全台灣有超過500萬名癌症 糖尿病以及關節病變等病友 在用盡標準療法 依舊無效後 其實還有最後一次的治癒機會 也就是再生醫療 那麼現在再生醫療法 修法通過之後 除了迎來新一波的商機 對患者的權益 又能如何照顧 我們帶您細細盤點 走進微型智能細胞製技廠 工作人員換裝準備上工 有別於過去 在實驗室裡操作 需要層層關卡 生技公司壓縮空間 研發出細胞製藥用的 無菌隔離裝置 在這間40坪大的 微型智能細胞製技廠 大約跟傳統的細胞工廠相比 可以節省66%的廠房空間 還有80%的電費 比如說一邊中小型的診所 它就能夠使用 那這樣子的部分呢 生產出來的細胞的安全性 醫生也可以信任它 因為細胞是一個活的 不能夠在長途的做 運送這件事情 就勢必我們就要就地主義 來使用這些 再生醫療的細胞製技 不只減少人員數量 也能有效控管 省空間又省時 讓醫療運所不用礙於空間 就可以在原地培養細胞 保障細胞能有效發揮作用 尤其在再生醫療雙髮通過之後 業者也努力為自己鋪路 如果我們透過這樣的一個 快速自動化的細胞株開發平台 我們能夠更有效率地找到 可以大量表現 重組蛋白這樣子的一個細胞株 那如果有這樣的一個細胞株 其實對於將來 在這個產業所需要的這些原料的應用 其實都能夠有很大的一個效益的提升 朝降低成本的方向拓展更多機會 而在再生醫療法修法最大的差異 則是醫院診療或是藥廠製藥 都得經過臨床二期試驗 才能用在病患身上保障病患的權益 而台灣法規先完備也能提早起步 吸引更多廠商投入 對我們生技場有一個法令的遵循 那第二個部分呢 有些的部分在做治療方面 那也就更明確 然後呢對於生技場的時機點呢 也就讓大家可以看見 另外一方面呢 在台灣有關生技人才 機電人才 AI人才 在這一塊領域的再生醫療裡面 可以創造一個新的產業 另外更多的資本市場 進到這個行業裡面來 讓我們有更茁壯發展 還有新技術的引進 過去這些原料大部分的來源 都還是以國外的品牌為主 如果國內能夠有自己 這樣的一個原料供應 其實對於這整個產業的技術研發開發 或者是說生產製造來說 其實都會有一個很大的產業鏈的 串聯的這樣的一個效應 所以其實我們就是希望能夠 在台灣做這樣子的一個 大量原料的供應 然後讓大家不用再擔心說原料 可能還要等國外的貨源 或者是說每一個批次的差異等等 醫界也認為相比小分子藥 疫苗等領域早已發展超過百年 細胞治療是近20年才崛起的 新興領域 法規設立對生技業幫助很大 也促使醫院更積極接歸產業 合作研發新藥 協助臨床治療造福更多患者 那所以他真的就像你講的 他打進什麼他也不曉得對不對 然後至於效果也不知道 那現在有法規定的話 這些前面的東西 一定要合乎規範 就像我們現在使用的用藥有藥證 所以這已經幫病人解決這些事情 因為過去就曾發生病患 花費數百萬元治療 卻被打了生理食鹽水 傾家蕩產換來無效醫療 因為不可能每個病人去完全瞭解 這個治療的相關的深度的內容 但是我們有明確的法令在規範 我想病人就會比較放心 主要是說病患要跟他的醫生之間的對話 那這之間的話 已經是就臨床上對病人的解釋 所以病人應該是說去聆聽他的 林生跟他的指導 不要說道聽途說 又聽了很多偏方或一些沒有確認的訊息 反而會干擾自己 尤其全台灣有超過五百萬名 癌症 糖尿病 關節病變等病友 在用盡標準療法依然無效之後 可以尋求再生醫療法的協助治療疾病 衛福部政務次長林靜宜也表示 產業在法規配套完整後 現在開始健全發展 也樂見未來產業茁壯 TVB新聞 何將下單詞退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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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